在邻里间推动环保的莱德珠姆 也是一名甚友 2014年开始 在北海奇迹洗肾中心洗肾 经过护理及志工团队的鼓励 加入环保行列 他不是我们的博士 他不是 然后他去上课其实他是回忆的 然后他上了回忆过后 他洗完肾了 人家需要帮忙的时候 他可以去帮 帮了那种不要需要帮忙的人 那时候我来到大利亚 我只放在码石上 然后码石上 然后拿到食材料 然后码石上 然后码石上 放在码石上 然后祖父去看 有些地方 然后拿到码石上 然后他说 这个可以用在码石上 然后我只知道 我做错了 志工的解说 来得周末才知道 洗肾中心一半的费用 正是来自回收 志工一个举动 带来深深影响 原本环保意识不强的他 毅然投入环保路 也带动邻居 来得周末已坚定的心做环保 感恩的心回馈 带新闻魏力柔朱凯琳 马来西亚报导